好 那我们把有问题留在后面 让嘉欣来 我在嘉欣转换这个屏幕的时候 我正想介绍一下 宁欢和我今年承担了交通服务 交给新泽西州的自动提取 他们人性道的任务 宁欢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做的那个东西 被新泽西理工大学 放在一关学校的手掩上面 好 当嘉欣做完报告以后 大家有问题一起问宁欢和嘉欣 宁欢今天其实讲的 就是我们一个实战的东西 就怎么更快的 从城市照片里面提取物体 我刚进了 我是嘉欣 可以看我的屏幕吗 可以 好的 那么 我叫杜嘉欣 然后之前本科和硕士 都是在这辆大学 读的地理性系统专业 然后即将和 杰欣月老师一起去德州农工大学 那么 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 比如说信息提取 然后 信息在空间社会网络的传播 包括它的 credibility 也有高兴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向是 今天要讲的方向是我们和空间有关的AI 那我们提出来的这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建立空间的模型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空间的数据都是存在 shape file或者是excel或者各种各样的文件当中 那么可能我现在想要描述一个行政区划的信息 它上面有很多商店 有各种各样的PUI 然后每一个商店上呢 又会有用户的评价 又会有这个商店的各种属性 那么同时 这个行政区划里面又会有人口的信息 又会有经济的信息 等等很多很多 其实我可以无限制的列下去 那么如果我们把每种信息都当成一维的数据的话 就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维的数据 这样子在我们计算的时候 其实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其实这个研究就会受到自然语言数据的启发 我可不可以把比如说成千上万个维度 给它缩小到三百个维度 那同时我就这样一个比较小的维度 的这样一种数据 我可以用来预测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 我可以用这种 这个过程叫做embedding 那么我有这个embedding以后 我们用一个比较少为数的项量 我就可以来测量 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或者是如果我有这个 比如说一个餐馆的embedding 我就可以预测它是不是经营会成功 它的利润会是多少 那如果说我是为了 如果我有了这个embedding 我还可以预测 拥有这种embedding的城市和这种区域 它将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那么我就可以为城市规划发展提供建议 所以我们今天调论的这个核心问题是 怎么样从大量的这种数据中 获得一个特定的embedding 这个embedding可以辅助我 做一些下游的任务 那么我们采取的一套方法呢 是network science 是网络科学的一种方法 在网络科学里面 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抽象成这种网络的结构 那么一个网络中都有点和边 那么这些点可能在我们研究第五的时候 可能就会是比如说某一家餐馆 或者是某一个商店 边就是说比如说我的餐馆和商店之间 在一公里以内 它们之间就会有条边 因为它们之间空间联系很强 当然这些点和边都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这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建立模型的方法 当然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这篇有篇研究是 用图生金网络来研究 北京各个区块之间的联系 看哪个商业区和哪个商业区之间的人口 来往密度更强 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共享了一些特征的属性 也有的研究是说 我可以通过这些PUI Point of Interest之间的空间联系 来预测它们到底是一家什么店 我们看到 比如说如果我是一家女装店 我一般会一起开在一个商业聚集的中心 但是如果我是学校的话 我一般要保证教育的公平 那么可能每个区域里面都需要放一所学校 这种空间的意志性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model它 然后如果我们用了这种空间的数据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别的任务 比如说预测 预测 我总是看到有两个PUI 有两个X和Y一起经常出现 那么它们是不是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 或者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这样的结论出来 还有是说 我刚刚听到我这边想了 OK没有 好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有了这种空间的embedding以后 这个embedding也可以和图像的信息给结合起来 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张青蛙的照片 同时我有一个空间上的embedding 这个embedding就可以辅助我 知道这个青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青蛙 比如说这种 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是 我有一个欧洲的embedding 那我就去知道 OK这个青蛙应该是欧洲的每一种青蛙 好了 现在私来下一个请问一下 我们来说热变了 我是